今天就確診95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3756至3850 其中有四位是輸入性個案 有一位是3756 就是菲律賓入來的輸入性外容 7月24日到港 另外有三位是印度回來的 就是3796、3797和3798 另外就是95宗個案裏 有52宗跟其他個案有些相關 另外39宗是未有源頭的個案 今天都有大概6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在52宗有關連個個案裏 大概有46宗都是家庭群組 或者是吃飯、朋友聚會那些 另外就是信寧的溫老院 就是有兩個確診個案 就是3771和3791 昨天初步確診的朗日居那個院友 號碼是3781 另外屯門康和也有一位確診的就是302 另外也說回昨天的那個印容的個案 我們再進一步調查 得到警方的幫助 我們就知道多了一個地方 他曾經住過的 他是20號離開僱主之後 20至21號就住過一間在北角 那裏都有13位其他的外傭 我們都安排了做一些心頭脫日的測試 他就住在昨天我們說過的諾克道那裏 那個就是有28位其他的外傭 我們再和那個負責人再搞清楚 因為一開始那個可能訊息中間有些溝通上問題 那只有一位就去了那個僱主那裏 其他那些還是留在那個宿舍的 那我們都安排著和他們做測試 那另外我也想報告一下 就多了一位也是外傭的 那這位就是一個初步確診的外傭 那他都是印傭來的 那他就是6月30號就離開了救僱主 接著7月1號至31號就在上環健安商業大廈 那裏就大概就和4至6位其他的外傭一起住 那接著他就8月1號就去了新僱主的家 那接著他8月4號就開始發燒 新的僱主一家人都需要接受檢疫 那另外就是他住的那個地方 那我們都在這裡調查 大概啦